我最直观的体会是 因为我之前有个挺好的习惯 是骑车上下班 每天就用这点时间锻炼一下 但自从我知道有雾霾 这么一回事之后 我就发现如果我不戴口罩 每天从家里骑车到台里 就说不了话 可能说一下 而且你知道我们一直直播 你不可能一直 就是扣钱 究竟什么是应对空气污染的 有效措施呢 除了戴专业口罩之外 大家还提出了很多点子 多吃鸭血 他说可能洗肺啊 洗肺了 对 在家里拿那个木耳 煮熟了以后给它炸成汁 加点汤 然后可以护肺啊 配方 我小侄儿有点搞笑 他们学校有防雾埋操 防雾埋操 又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办法 在节目现场 好奇宝宝小猪同学 将带来风靡中小学校的 防雾埋操 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七 停 好 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雾埋 你防还是不防 它就在那 而且你一做运动的话 你的呼吸量不是增加了吗 那岂不是更对身体有害 雾埋的时候呢 就应该减少外出 就应该待在屋子里 对 然后我们除了这一套操以外 我们在室内也有一套操 室内的同学也可以跟着我们做啊 室内操 好 现在开始 预备备 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 看似简单的防雾埋操 是有理可疑 还是形式大于内容呢 我们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求证团提到的防雾埋操 戴口罩等等 都是室外防雾埋的措施 那在室内 如何抵制空气污染呢 接下来 我们将聚焦防雾埋 最常用的室内神器 空气净化器 人家大门一闭 四台空气净化器 随时呜呜呜呜开着 万无一失 真是有钱 所以说学霸 你的解决方法就是空气净化机 对 现在呢 这个空气净化器很流行啊 但是 有人呢 在网上有传言 说空气净化机啊 没那么用啊 我开了跟没开 我也没感觉到好或者不好 空气净化机 效果好 有可能都是心理作用 为了一探究竟 万万求真 小分队 再行动 近日 网上一条贴子 称市面上所卖的空气净化器 其实只能改善 屋内的空气质量 但如果要净化PM2.5 几乎没有作用 此贴一出 网友纷纷跟贴 家里好几千买回来的 机器上可是写着防雾埋 不能骗人吧 本来想买的 看了这帖子又不敢买了 那么空气净化器 到底能否减少 空气中的PM2.5呢 我们万万求真 小分队 来到了几个大型商场 超市的空气净化器柜台 进行调查 在商场超市的空气净化器柜台上 几乎每台机器都以防制雾埋为主要卖点 在记者与销售人员交谈中 售货员也保证其售卖产品能够防制雾霾 为了验证传闻真假 记者买来目前市面销量较好 价位分别为一万元 三千元和五百元的三种空气净化器进行实验 为了让实验结果更准确 记者来到清华大学建筑环境检测中心 请中心的专业人员配合我们完成这次实验 实验按照空气净化器的测试标准 然后把这个净化器放到这个密闭的环境仓里 控制这个仓的温度和湿度 然后测试净化器在这段时间内对颗粒物的去除效果 首先实验员将设定30立方米环境仓的测试数值 根据测试标准 环境仓温度设定在25加减2摄氏度 10度在50加减10范围内 然后我们利用香烟作为PM2.5释放源 大约一个小时后 我们将所购买的第一台空气净化器放入环境仓内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的三台空气净化器 价格在一万走那台空气净化器 去除固态污染物的CADR值大概在600多 CADR值是我国评定空气净化器净化效果的硬性指标 实质净化器在单位时间内可净化空气的范围 该指标越高 空气净化器净化效率越高 价格在3000元左右那台空气净化器 去除固态污染物的CADR值在300多 价格在500元左右那台空气净化器 去除固态污染物的CADR值150左右 在我们检测结果中三台净化器全部具备净化颗粒物的功能 可见我们传言空气净化器并不能净化PM2.5 并不准确 为了让实验更加直观 我们又选择了一间会议室模仿我们家中相对开放的环境 并运用颗粒物测试仪检测我们三台空气净化器 对PM2.5的净化效果 我们同样以香烟作为PM2.5的释放员 并将房间内每次测试的初始颗粒物数值 控制在138万左右 然后启动空气净化器运行半个小时 记录每10分钟的实时数值 经过检测 我们得出三台空气净化器对颗粒物的净化效率 1万元空气净化器 PM2.5衰减率为93.3% 3000元净化器的PM2.5衰减率为73% 500元净化器衰减率为61% 我们看到三种不同价位净化器 都能起到减少屋内PM2.5的作用 但差别是价格较低的净化器净化效率较慢 而价位较高这款效果更好 我们说数据是证明一切的最好的一个标准 刚才我们通过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证明了我们空气净化器还是有用的 并且价格稍微高一点的空气净化器效果更好 大家怎么看 我觉得这样一开始我是根本不会相信这种东西它有什么效果的 但是看了数据之后呢 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这个偏见啊 我们一般都说你有雾霾了你就待在家里别出去 家里的本来呢也没有外面那么严重 人们常常以为只要门窗紧闭不出门就相安无事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 首先我们的房屋在建筑标准上并不是完全隔绝户外空气的 室内也是有PM2.5的 门窗紧闭氧气无法进入二氧化碳也无法排出 因为外面有氧气你们家里会有比如说小垃圾袋忘丢啦 比如说你呼吸的二氧化碳啊等等等等只会更恶劣 那我们每天都在节目里都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有雾霾就减少外出 那根本就是不说呀 所以要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空气净化器作用凸显 我觉得空气净化器是真有用 因为我们家有人抽烟 一旦开了空气净化器那个抽烟的味儿一会儿就没了 空气净化器真的是太贵了 你说也许我们年轻人有闲钱的时候会买 尤其是老一半人我觉得不见得会买 毕竟他们节约惯了 好了小白这个时候有一个好消息了 我要告诉给你 最近网上有传言 有一位牛人网友花了一百多块钱 自制了一台空气净化器 自制的 花了一百多人民币哦 这种东西应该属于比较精密的仪器 对吧 它需要车床啊怎么的 回应它什么东西 你自制的一百多块钱呢 山寨下还行 你说能达到那个水准 我觉得太不靠谱了 那它的效果能跟几千块 甚至上万的空气净化器比吗 求真小分队继续行动 就在前不久 网传一名叫托马斯 可尔赫姆的在京老外 用一百六十八元就自制出空气净化器 制作方法就是将一个可以过滤 PM2.5的HEPA过滤网 绑在电风扇前面 通过电风扇送风 让空气通过过滤网 从而达到净化效果 这三个呢 就是我们从市场上买来 自制空气净化器的三种必备材料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台式风扇 价值是八十八元 第二个是这个空气净化绿网 价值是八十五元 第三个是这个魔术胶带贴 它的价格是五块钱 记者购买的三种材料 总价为一百七十八元 下面我们就将三种材料进行组装 在简单的组装后 我们制成了自制空气净化器 它的原理就是 在风扇前放置一个过滤网 然而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记者将市面购买的净化器拆开 发现其同样是滤网加风扇的构造 这与我们自制净化器的原理 基本相同 那么我们这个不到两百元的净化器 效果究竟如何呢 哇 万万没想到啊 太山寨了吧 山寨 我告诉你其实刚刚我还有点怀疑太多 我想说是不是那个空气净化剂 它暴力利润很高 然后自己把材料买好可以做 结果拿个电风扇 一个电风扇加个滤网 然后就这么来了 您得开玩笑吗 杨连 大家看这个外形 你相信吗 看外形我就不想用 真的是太坑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来其他人呢 相信啊 我觉得怎么有点用吧 这个 有点用 对差不多的原理 原理一样怎么都有点用吧 我觉得差很多 而且我一向都认为只要我都做得来的东西 那真的就是没什么用 你们闲的是觉得看起来外观太简单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它把这个东西主要的核心 直接展示在你面前了 但你们想一想 其实超市卖的 也可能只不过是上面加了一层壳 就是对 就是做个漂亮点而已 好 那么现在我们纠结的点是 这样的一个自制空气净化机 只花了一百多块人民币 它的效果如何 这才是重点 所以接下来万万求真小分队 为您揭晓答案 为了测试我们自制空气净化器效果 我们决定进行一次简单实验 这一台呢就是粒子技术仪 粒子技术仪是测试空气中 尘埃粒子数量及其分布的专用仪器 我们从检测仪器上 看到目前屋内颗粒物数值 为十一万四千一百零八 我们将自制净化器启动五分钟 看看效果怎么样 经过五分钟检测 我们看到现在屋内的颗粒物数值为 七万两千三百五十六 我们自制空气净化器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还是有效果的 这回我也不用买了 又便宜 我就回家自己做一个 不是我觉得这期节目播了 空气净化器的厂家会找我们算账 不会他们很坚强的 可是我觉得它的数值不是还有好几百吗 然后之前我们说的是 这一百多个空气净化器要比那个上万的好 这我绝对不信 好重点来了 万万没想到 求真小分队就为您来揭晓 自制空气净化器和万元机的 对比净化效果 对比自制空气净化器 与市面售买净化器的效果 我们同样运用刚才的测试方法 以香烟作为颗粒物释放源 使房间内颗粒物数值稳定在138万左右 然后打开自制净化器 测试30分钟后 房间内颗粒物的衰减率 经过30分钟检测 我们看到现在屋内颗粒物数值为521848 自制空气净化器的PM2.5的衰减率达到了62% 与我们之前检测的500元净化器效果相当 为了让实验更加全面 急着又将空气净化器进行升级 这次我们换了一种更大功率的风扇进行实验 看看效果如何 经过30分钟检测 我们升级版空气净化器检测结果出来了 PM2.5衰减率达到了73% 这一数值与我们购买的3000元净化器 效果相当 为了比较我们升级版净化器 与我们购买的万元净化器 查局到底如何 我们在记录30分钟数之后 继续开启自制净化器 看看自制净化器需要多久 可以达到万元机器效果 经过我们测试 我们升级版净化器 需要持续运行一小时10分钟 才能达到我们购买的万元净化器 30分钟的净化效果 DMI工作原理是不是跟我们的 市面上能卖的是差不多 从根本原理上来讲是一回事的 刘老师说 虽然这种自制净化器 与我们市面购买的净化器 原理基本相同 但是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 我们现在自制的这个东西 就是针对了关心的颗粒物 那么专门来绿除它 它的效果是可以的 但是它会把其他一些因素 考虑的比较少了 这个看法的话 它的绿除效果主要是针对于颗粒物 比较明显 那么它可能在过滤其他气体成分 污染物的时候 效果就会差一些 那么对于那些活性的生物体 微生物的话 它可能也没有杀面作用 所以在考虑诸多影响因素的时候 单独的用这样一个过滤器材 可能就达不到完整的过滤效果 空气里的污染物 其成分相当复杂 除了我们熟悉的PM2.5颗粒之外 还有机动车排出的氮氧化物 烧炭取暖的北方城市 头疼的一氧化碳 工业生产带来的寒流化合物 甲醇已完为代表的碳氢化合物等等 所以为了纯净的空气 我们必须控制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在雾霾加剧的今天 中央打响了治理雾霾攻坚战 18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雾霾治理是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福祉 雾霾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 治理起来也不会一蹴而就 对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表明了中央政府治理雾霾 保护环境的坚定决心 虽然任重道远 但让老百姓看到了蓝天绿水的希望 当然防治雾霾人人有责 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一起来抵制雾霾袭击 保护环境去